本节目由各位的观众老门苏小脸赞助播出 那我们开始本期节目 开头讲述的是女主为了快速融入校园生活 不想被孤立 想结交隔壁的那两位女生 可她们每天都在秀自己的男朋友 女主呢为了投其手号 快速融入她们拼命的说谎 并装作自己的男朋友 做了一些大谎话 聊天过程中有人打电话给女主 女主继续撒谎说是男朋友打电话给她 其实是她闺蜜啦 这闺蜜呢是这部剧中唯一的正常人 也是为殊不多的真正朋友 闺蜜这时候说不要再为了所谓的交朋友而在装逼 但是女主说这样都潜功尽弃了 我只想说女主 你这样还真够累的呀 因为女主的男朋友一直没有在她们面前出现过 女主的男朋友也是开始怀疑 女主是否真正有男朋友 女主呢这时候就开始慌张了 开始烦恼不知道从哪里去变一个男朋友给她们看 这时候在街上 望而之源的男主出现了 女主呢看见了创线男主之后 直接拿手机去怼这边脸上牌 被男主防线之后 女主为了开溜拼命的撒谎说 看啊你的硬币在天上飞 女主呢就趁机开溜了 第二天呢女主就很得瑟 拿着偷拍男主的照片给了朋友看 并撒谎说这是她男朋友 朋友呢就一脸羡慕 众所周知 日本也是只有一条街 女主和朋友释放的时候 男主出现了 女主怕谎言被男主戳穿 幻幻论论的把男主拖走了 然后女主呢实时的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给男主 希望男主能够让这个谎言继续下去 并装作是女主的男朋友 男主就很温柔地答应了女主的要求 但下一秒男主真的性格就开始展露出来了 三回回ってお手からのワンだな は?何犬って そんなの言い訳ないじゃん 絶対嫌だよ ふーん 嫌なら別にいいけどね うっかりポロッと喋っちゃったらごめんね え? 狼少女さ 狼少女? これ! コウブランキだ! あんた今日からハブキャンテネ! あ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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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そういい子いい子いい子 けど親が見たら泣くよな こんな情緒な姿 頭悪そうなのがなんてんだけど いい暇潰しになりそうだ 之後呢 就是女主變為了男主的狗 有一天女主的朋友在放棠 与男女主剛好碰面了 並坐了下來 聊了天 這時候男主還是複回的比較帥的 ねえねえサタオージ 高速プレイダイチュキってホントデスカー? はい だってエリカ言ってたよ 無理矢理縛られたって 王子とか言われてるけど 意外と変態なんですね しかもそれで興奮するとかヤバくない? 人は無確に言わないって言うの? ちょっとやめてよ 全部作り話なのに 私のせいでサタ君が… そんなことしてるんですか? その話が全部!? そうだね 好きかな うわー 身動きできないくらいに縛って このうるさい口 聞けないようにしたりとかね 試してみる ああ… いいえ… みなさん… いいえ… じゃあ… 本期視頻の全面内容 3日内に 点贊 PUR5000 或者硬币PUR2000 続く更新下期 冷門恋愛番 也是為了生活 才提出更新標準的 最近動漫區也十分的殘淡 希望各位小伙伴 能夠多理解吧 感謝各位的收看 与世時 這裡是鑫魚 希望我們能在下期 這系列再見 對了 不要忘記点高關注喔